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三年后 唯一的幸存者 少帅林书 化名苏哲 前往金陵讨回公道 此时的梅长苏样貌大变 以前的他武功高强 如今的他站在众人面前向之若鸡 身体虚弱 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 这样的人 大家都无法将他和林书联想在一起 因此 梅长苏回到金陵 以前一起长大的人都认不出他 然而奇怪的是 梅长苏的增外祖母也就是太皇太后 却一眼辨认出来了 到底是为什么呢 首先 能当上太皇太后的人绝非平常人物 这一点可以参照别的古装剧 但凡能笑到最后并且坐上低把椅的人 要么有过人的统治能力 要么有不俗的宫斗手腕 比如 甄嬛 皇后和静妃等人 其次 太皇太后是否真的患上老年痴呆 所有人去拜见太皇太后的时候 岳贵妃说她此时难得清醒 事实上 太皇太后在 装扑的也不是不可能的 第一 梁帝非常多疑 她知道太皇太后之前最疼爱林书 而赤焰却是宫里的大忌 谁也不准提起 如果太皇太后一直清醒 那么她和梁帝还有所有人讲话时 就得非常小心 万一说了哪句话被有心之人过度解读 难保不会遭到梁帝的冷落 后来 我们也看到了 太皇太后去世之前 在弥留之际一直叫着林书母亲的名字 当时的梁帝没有想过眼前的老人即将离开人世 她是什么反应呢 梁帝听到太皇太后念叨的话 马上就黑脸 可见 如果这是放在平时 梁帝恐怕会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搭理太皇太后 第二 后宫的不平静 岳贵妃凭借儿子是太子 一直想其在皇后的头上作为作福 皇后也不是省牛的灯 她是一国之母 岂能容忍下属的风头比她还旺盛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皇后联合养子豫王 一心想找到太子的把柄 好拉她下台 因此在后宫里 岳贵妃和皇后也攻斗了很多年 如果此时太皇太后是清醒的 那这两个人之间有什么风吹草动 就一定会来向她告状 或是让她主持公道 岳贵妃和皇后的护子行为 都是太皇太后当年晚胜的 她很清楚 参与夺嫡只会两败俱伤 倒不如让所有人认为自己已变成老年痴呆 这样既不站队 也能图个清醒 何尝不是一种自博 一个人糊涂了 虽然会听到很多嘲讽的话 可是她也能说出很多别人不在意的话 因此当太皇太后见到梅长苏时 听到旁人介绍时 苏先生 她立刻就能联想到林书 就是因为所有人觉得她糊涂乱讲话 当她喊出 小苏的时候 岳贵妃和皇后等人都没有听出她一指和人 那么太皇太后真的认出梅长苏了吗 我认为是的 太皇太后去世的时候 梅长苏曾对手下的人说 最心疼我的人 如今也不在了 这句话 可以看出太皇太后以前和林书的感情 林书是住在宫外的 能够得到太皇太后的疼爱 说明以前进宫的时间不少 而且和层外祖母在相处的时间也很多 他们是真正处处感情的人 真正做到了心意相通 也正是因为时常想念 哪怕林书换了模样 可他的眼神却没有变 心意相通的人 只要身上还有一点以前的影子 别人就一定能所有感应 蒙大统领那么汉 他跟随在林书只有一年 在谢玉家见到时 也能第一眼就认出了梅长苏 所以像太皇太后这种级别的人 更能一眼就认出来 话说回来 假如梅长苏不是林书 那么太皇太后叫一声 小苏的时候 他应该是没有任何反应 或者是觉得不好意思才对 紧接着 他会和太皇太后解释自己的身份 可梅长苏就是林书 当太皇太后直呼小明时 他的反应是沉默 然后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这个眼神彼此确认过了 是自己的亲人没错了 那么太皇太后为何又敢直接叫 小苏还提醒霓皇别忘了和林书的婚约呢 太皇太后确认了眼前的人是林书 并拿出他最爱吃的点心放在他的手上 目的就是想告诉梅长苏 虽然他消失了十几年 可他每一天都在记挂着他 太皇太后看到模样大变的梅长苏 不仅回到金陵 还和柿子走得那么近 他知道梅长苏一定有自己的一番打算 而这番打算肯定和赤燕案 有关赤燕案 是梁帝心中的一根刺 想要拔出难度太高 说不定还会因此再次丢失了性命 因此太皇太后 是是提醒他和霓皇的婚事 原来的林家没有了 他好不容易活着回来 那就重新和霓皇组建自己的家 好好活下去 比什么都重要 这点愿望别说是太皇太后 就连后面认清梅长苏的静妃 也是这样想的 静妃和梅长苏相认识 也哭着对他说 你好好活 什么都不要做 这些事情由我去做 可见 所有人都希望重新复活的梅长苏 真的能好好地活下去 梅长苏的家没了 亲人也不在了 那么唯一能让他好好活下去的念头 就是和霓皇长相厮守 所以太皇太后说起他的婚事 也是一种提醒 可他不仅在提醒梅长苏 也在提醒霓皇 当时的霓皇正在比武招亲 显然他没有认出梅长苏 太皇太后借此机会要告诉霓皇 他日日想念的人 此时就在眼前 什么招亲大会 走走行事应付以下梁帝便可以了 接下来更重要的事情 便是和眼前这个人相认相外 所以当两人拜访完太皇太后之后 霓皇立刻长了一个心眼 不仅暗中调查还多次试探 最后终于和梅长苏相认 两人实现了一段短暂的相亲相爱 如果没有太皇太后的 糊涂提醒 或者霓皇会和靖王一样 直到最后才清楚梅长苏的真实身份 要是真是那样 那一定会成为梅长苏和霓皇 一辈子的遗憾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